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1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說一說國際新聞 這節要說的 繼續是 俄羅斯 還有烏東地區 烏東 是烏克蘭東部 普京 直接宣佈 將四個所謂公投 的地方 直接納入俄羅斯 普京這次的做法 徹底告訴全世界 聯合國 是廢的 根據 聯合國的公約 基本上 就是徹底否定 透過武力入侵 令到一個國家 可以獲得新的領土 而 俄羅斯 擺明居馬 對這個 烏克蘭 發動戰爭 然後 佔領 別人國家的土地 然後 將這幾個國家 透過所謂 用架子指著人家的頭 所謂公投 這樣就是 加入俄羅斯 這個徹底是侵略者做的行為 徹底 呈現給全世界 他們做的行為 跟二次大戰 納粹德國 一點分別 沒有 普京 還要發表演說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面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這個 免費模式比較重要 所以請大家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法 我們講一講報導內容 再跟大家講一講 有人把普京的演講折錄了 相當之好笑 所以跟大家分享 在9月30日 即是昨天的時間 克里姆林宮正式簽署文件 搶東西也要扮有程序 跟中共也很相似 這個真是難興難帝 正式 所謂將烏克蘭四個地區 納入俄羅斯的領土 然後還要整色整水 為在這個 頓巴斯地區 被俄羅斯 害死的人 說要默哀 無恥的普京 就說 新加入俄羅斯的領土 裏面四個地區 的俄羅斯人 是數百萬人的意願 現在被成為俄羅斯人 大家是不是覺得似曾相識呢 不僅似曾相識 甚至乎是有過之而無不求 被武力侵略 然後被成為俄羅斯人 牽涉了四個地方 大家都很熟悉了 頓獅斯克 勞金斯克 還有克爾松 還有就是 澤波羅燕 而普京 就是在現在這一刻 呼籲烏克蘭停止軍事行動 也 嘗試要求烏克蘭 要重返 談判槍 你可以看到 就是普京 一早就定了目標 在佔領了烏東地區之後 進行公投 當初 在2月份攻打烏克蘭的時候 當時紅心壯志 打算要吞併整個烏克蘭 當時大舉進攻這個基庫 結果 所謂的鋼鐵紅樓 敵不過就是西方的武器 敵不過就是烏克蘭的反抗 結果完全攻不入就是基庫 然後就發生了 在基庫外面的城市 報查發生大屠殺 你可以看到俄羅斯的暴行 非常滅絕人性 而且 由始至終 打算要吞併整個烏克蘭 當發現 吞併不了整個烏克蘭 就改為吞併 所謂烏克蘭東部地區 實際上 克里米亞 也是相同的情況 克里米亞就是這樣被俄羅斯攻陷了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要烏克蘭 跟俄羅斯談判 等於徹底跟恐怖分子談判 徹底跟邪惡政權妥協 徹底容許 這個世界 一個國家用武力入侵 然後掠奪 其他國家的土地 還要肆無忌憚 在土地上殺人 還要犯了大量的戰爭罪行 所以我們完全看不到 有任何的理據 應該要跟 俄羅斯談判 跟俄羅斯 根本絕對不應該有任何談判 普京還要大放缺詞 在演講裏面 就是 不斷強調西方世界入侵俄羅斯 說的話 跟中國大陸 非常非常之相似 所以我們再說一次 對著俄羅斯 普京政權 對著中共 真的絕對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這群人是徹底恐怖分子 徹底是ISIS 這群人殺人不眨眼 說謊 不眨眼 普京所說的就有很多個重點 基本上 全部反轉說 就知道就是事實 基本上把所有已知事實 全部反轉說 他繼續說烏克蘭由始至終都是俄羅斯的領土 說這個基庫的政權 是這個 西方的傀儡 這種說法 大家這麼多年以來 看慣這個 就是大內宣 經常都會有這個說法走出來 包括說你台灣是傀儡 日本是傀儡 韓國是傀儡 實際上 邪惡俗心 從來都沒有停止過這樣的宣傳 普京甚至指責烏克蘭在2014年 發生這個Winter on Fire 正式 將親俄政權推翻 他說那個 是軍事政變 大家 看過這個 Winter on Fire也知道 整個Winter on Fire 跟這個2019年 和2014年 的時代革命 和雨傘運動相當之相似 那些是平民 去到公民廣場 集會不肯走 防暴警察出來鎮壓 甚至乎殺人 這樣的畫面之下 俄羅斯普京都夠膽告訴你 2014年Winter on Fire 這個是軍事政別 你說 這班人還有什麽謊話說不出的呢 你對著一班滿口謊話的人 有什麽好談判呢 你說完也不算數 不過當然如果你是從分析去說 我看完普京的講話內容 以及 普京忽然之間要求 跟烏克蘭 重申 就是談判 這個令我覺得 就是普京 覺得他現在是收貨的 換句話說 他打算吞併了烏冬四個地方 明金收兵 現在他所謂動員 最主要 就是要去保衛那四個吞併回來的地方 他不惜告訴全世界 他可以動用核武 如果現在 按照他的演講 按照他對外宣稱的說法 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普京 也是想維持著現在勝利的局面 假如 烏克蘭 繼續去反攻 攻擊這四個地方 其實 俄羅斯根本不具備能力 去防守 如果那是一個常規戰爭 所以為甚麼俄羅斯要急於把四個地方 透過假公投 令到他所謂加入俄羅斯 因為加入了俄羅斯 俄羅斯 就有權動用更大的武器 例如動用核彈 去保護這些地方 我認為 普京依然在搏一搏 依然就是搏 這個時候烏克蘭不敢 向這四個地方 就是繼續發動反擊 令他可以 成功吞併這四個地方 我相信世界上 也會有很多這樣的呼聲 他會 勸烏克蘭 不要進攻這四個地方 因為有機會 令到俄羅斯 使用核武 問題又來了 如果你現在才來跟俄羅斯妥協 因為擔心這個所謂傷亡問題 為甚麼 一開始 不跟俄羅斯妥協 是不是應該一開始就投降呢 這個 我沒有說哪一邊一定是對的 但是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 獨裁者 和侵略者 最喜歡利用的事項 簡單來說 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成為他的人知 包括 歐洲的居民 這班獨裁者 就是利用這件事 先進行大屠殺 再進行侵略 跟著就說跟你講和 到你跟他講和的時候 他就大條道理 說要拯救生命 坦白說 你問我 到底俄羅斯會不會使用核武 我覺得是5050 假如 烏克蘭真的是對這四個地方繼續進攻的話 我覺得 普京是會使用戰術核武的 當使用了戰術核武 整件事 就會徹底升級 現在我認為 普京繼續在賭 烏克蘭 不敢修復這四個地方 去用的方法 用核子 恐嚇了 所有支援 烏克蘭的國家 使得他們 陷入 核戰的恐懼 當然我也同意 就是如果你要向俄羅斯屈服的話 你任何時候 都可以bargain到 避免核戰的風險 但是 你真的問我 這樣做 是不是代表 你未來 可以制止俄羅斯 中國大陸 這些國家 繼續在常渡核武威脅的甜頭 之後 他不會再用相同的方法 威脅全世界 當他下一次 入侵基庫的時候 當他下一次 入侵波蘭的時候 當他下一次 入侵 波羅的海三國的時候 就會 壯大了他的膽 甚至乎吞併了 所有這些周邊國家 所以你問我 我認為 根本絕對 不可以 放過 俄羅斯 你一放過了他 就是全世界 向這些邪惡政權 就是等於 放生他了 放生他 不是因為你仁慈 是因為你沒有膽 而你放生了他的後果 不會使你拯救到任何生命 只是使下一次危機爆發的時候 有更加多無辜的生命 只是被 奪去 而事實上就是這樣 當他吞併 克里米亞 的時候 沒有人出聲 這次 他就想吞併整個烏克蘭 結果 上一次 叫烏克蘭 不要打克里米亞 的人 有沒有出來 為烏克蘭這次被人 攻擊 殺了那麼多人 有沒有負責呢 當然沒有 這就是我們經常面對最錯的時刻 就是每一次到最後 孤色養奸 然後以為 換到一些和平 到最後 被這個 獨裁者殺死的人 更加多無辜的人受害 所以我認為根本絕對 不可能跟俄羅斯妥協 就算他 多拿幾多核彈 也是一樣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刷子